之前啊 我们在拍这个 Dashcam 介绍的时候 就有很多网友问我们 还有没有其他的品牌好介绍 要性价比高 然后要有前后cam 然后刚好最近我买了一套新的这个 Dashcam 呢 为我的新车准备 所以就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买的这个 Dashcam DDPI 的 ZAK-40 其实我在选择 Dashcam 之前我也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我上网也看了不少review 大家其实都蛮推荐这个 DDPI 的这个 ZAK-40 它有什么好处 首先我先讲它的硬件设计 它的硬件设计 你在黏在大镜的时候 这个镜头可以进行调整 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因为有时候你装上去的话 你镜头的 Anker 不一定对得准 而且每一辆车的大镜弧度都不一样 但是你的这个镜头可以调整的话 就代表你可以调整到一个最好的录制角度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 ZAK-40 呢 它的价钱其实是非常的有竞争力 如果你只是单单买这个前面的镜头的话 它的价钱是 249 而已 然后它前面的镜头呢角度是达到了 140 度 然后它可以录制 1944 也就是 3K 的影片 所以清晰度还是蛮高的 然后我看了很多网友他们有分享这个 ZAK-40 录制的影片过后呢 我觉得这个清晰度是我需要的 所以我就订购了这一架 其实这个 Dashcam 的安装是很简单的 如果你自己有动手能力的话 你可以自己安装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去这个 S3 店他们也可以帮你装啦 但是他们会收一个收费啦 OK啦 我继续讲这一个 ZAK-40 的特点 这个 ZAK-40 的特点 除了我有讲到的这一个 这个 140 度广角跟这个 3K 录影之外 它还有很多特色功能 其实它的价钱非常便宜啦 如果你只是单单买前面的镜头 它只需要 249 然后它有很多的东西 都是分开让你选购的 例如讲这个 GPS 的模组 然后这一个 Hardwire Kit 还有这个后置的镜头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分开买的 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是需要后置镜头的 所以你也可以加这个后置镜头下去 如果你加了这个后置镜头的话 这个价钱其实也是在 400 块里面 而且它的前后这个录影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OK 接下来我们会有录一段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还有一点这个就是 GPS 就是 GPS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啦 如果是大家想要买这个 ZAK-40 的话 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选择这个 GPS 的版本 因为这个 GPS 可以帮你侦测你的行车速度 然后它会显示在这个 screen 上面 就让你不会有超速的这个动作出现啦 避免吃到牛肉干 至于 Hardwire Kit 什么是 Hardwire Kit 在你安装了 Hardwire Kit 之后呢 你的这个 Dashcam 前后就可以 24 小时的运作 所以其实可以帮你全天后的侦测你车辆的状况 因为有时候在你停车的时候会发生一些状况 所以你有这个 24 小时的录影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如果你要安装这个 Hardwire Kit 的话 其实建议你去问一问 因为有些新车 安装 Hardwire Kit 的话是会丧失你的 warranty 所以这一点大家是要多多注意的 接下来就讲它的其他特点 这个 DDPI 的 ZAK-40 呢 它可以支援最高 120 Packet 的 Memory Card 所以其实你要录一整天的录影呢 120 Packet 是非常足够的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手机软件 你要 Download 已经录在里面的这一个 详细的这个 Video 啊 等等 都可以 没有问题 而且这个 DDPI 的 ZAK-40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有这个 Emergency Record 功能 怎么讲 例如讲可能 OK 大概来西你不小心发生了一点点意外 在侦测到震动的时候 这个 ZAK-40 呢 它就会录制那一段视频 而且这个视频不会被覆盖 那么到时候你可能要去报警 或者是你需要什么证据的话 这个视频都会永久的储存在这个记忆卡里面 你只需要插进电脑或者是用手机 把它导出来 你就有证据证明当下的情况了 Hello 这边还有一个个人的心得要跟大家分享啦 其实我们购买 Dashcam 呢 除了性价比高之外 还有一个重点 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影片的这个清晰度 很多人其实就是为了便宜 所以去可能买了一些品质不是那么好的 Dashcam 所以其实录制出来的影片啊 一分分钟连车牌都看不清楚 那么这个 ZAK-40 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强项 就是它采用了 Sony 提供的 IMX 335 传感器 这个 IMX 335 传感器呢 录制出来的视频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就像我们刚才提供过的影片给大家看 这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真的是很出色对不对 而呢 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用这个手机去回放这个影片的内容的话 它会有一个 VR 的效果 就是例如讲是 Aptas 你可以在影片中看到它有这个显示效果 告诉你 OK 你可能 你已经吃 LAN 了 又或者是有车辆靠近等等的显示效果 非常非常的酷炫 但是当然啦 这个效果你是要用手机回放 才可以看得到 刚才我们有讲到这个前面的镜头是 3K 录影 然后有这个 140 度广角 至于这个后置的镜头呢 则是 125 度广角 然后可以录制 1080 的视频 大家听我讲了这么多 是不是想买一套这个 DDPI 的 Z40 装在你的行车上面呢 其实我今天会拍这个影片就是有好康告介绍给大家啦 大家现在只需要登录 Auto Toyota 卖 然后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就可以想要优惠 折扣 25 块 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单单买前面的镜头 原价是 249 你输入优惠码之后呢 它的价钱就是 224 是不是很呆 而且呢如果你直接选购的是这个 包括 GPS 的版本 再加上后置的镜头呢 那么你还会获得一张 32GB 的 memory card 真的是很划算 对了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个东西呢 它的这个 西马的邮费是 7 块钱 然后这个东马的邮费是 15 块 其实真的很不错啦 我有点迫不及待要把它装在我的新车上面呢 你是不是也买了新车 是不是想装 dashcam呢 这个可以考虑 行动不如行动 不如趁现在呢有这个优惠 快快去选择这个 在影片下方的简介栏呢 我们也会放入这个购买链接 还有这个优惠嘛 所以大家记得 快快去抢购 机会有限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DDPI Z40 的简短介绍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快快抢购 不要错失良机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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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